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真的好厉害。 嘉义一名87岁的阿摩因儿子希望他能去尝试一些特别的事物, 建议他挑战飞行伞, 没想到阿摩像都没想就爽快答应, 整个飞行过程还超级淡定, 当教练告知他若不舒服头晕要说, 没想到他还霸气地回我活这么多年没有晕过, 有网友在脸书报废公社PO出一段影片, 指出一名高龄87岁的阿摩到飞行场玩飞行伞, 面对如此刺激的挑战不但不害怕, 飞行过程中还一派轻松地和教练聊天。 影片中可见,当飞行伞在空中飞翔时, 教练向阿摩表示如果不舒服头晕要跟我说哦, 没想到阿摩霸气地回说, 不会啦,我活这么多岁都没晕过, 阿摩回忆涌上心头地说, 因为经历过战争,所以没什么读书, 战争11年,没学好上的, 那时候也没有米可以吃, 也没衣服好穿, 因此现在不论是坐船还是坐飞机都不会害怕, 就这样练出一身好胆量, 五分钟的影片阿摩不断与教练煎化加长, 就像在地面上一样轻松自在。 许多网友看完也纷纷留言, 这阿摩好勇敢好可爱爱, 要是我可能吓到闪尿了, 阿摩战争都不怕了, 会怕这个, 这个阿摩太狂啦, 阿摩怎么有办法像坐椅子般煎化加长, 是我早就昏倒了, 天啊, 阿摩心脏真好, 好羡慕阿摩的勇气。